也可以联系我们那个ACA的馆里面 我们是有那个YouTube的一些回播给大家看的 然后以后的也会有更多的活动 然后暂时都会在线上的 然后呢我们的协会呢 就是华人会计会计这个专业 以及学生以及在校的学生啊 学会计这些组成的这样的一个 然后意在就是能帮助大家在这个 澳洲更更提高这个华人来的walking 然后也帮助大家在这个学术上啊 文化中啊 那个经验中啊 可以交流一下 然后目前呢我们是除了ACA的大群之外 我们有CPA的小群 CA的小群 然后还有Tax小群 然后还有一些疫情期间的一些 比如说运动群啊 学习群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是可以扫我们这个二维码来 联系我们的管理员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然后现在的会员 学生是好像一直都在打折的 就是半价而已 就是大概是50块钱左右 然后剩下的我们也没有很贵 就100块钱这样的 然后给大家提供的就是 有CPD hour这些 这些training 然后呢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在举办的 mentor programming 然后就让大家可以认识更多的华人啊 这些 然后我们现在既往是在 悉尼 墨尔本 布里斯班 这是有分会的 然后今天呢 我们的老嘉宾 大家也应该都认识 Jerry Jerry是我们 那个昆士兰协会的 然后也是 基本上每一个月都会和我们建一次 然后帮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很多 会计方面的知识 然后今天我们会讲一些 Tax resident东西 然后我看现在 现在大家37个人 诶这还是 大家都哪去了 我在群里面再教导大家 因为我们今天注册的 其实90多个人的 就可能一半都没来了 然后我先交给Jerry吧 Jerry可以慢慢的帮我们讲一讲 然后我也在群里面再问问大家 看大家在哪里 好的 没有 今天时间上可能有几次不太一样 就是时差各方面 因为前段时间没有 没有时差 有时差嘛 后来有时差 我们做过一两次节目 然后就是说他的 8点或者9点 可能他们怎么才 可能有一些混乱 没关系 我们先开始 然后首先呢 就是说现在正好在我们那昆士兰协会这边 在进行了换局选举 然后新的班论呢 基本上都已经进行了 我们会发一些新的广告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认识到我们这些新的理事 还有主席 主席呢 现在是在昆士兰这边是Bob 也会应该大家都会蛮熟悉的 因为他在第一年成立的活动的时候 已经参加过很多活动 也筹筹过 然后筹划过很多一些类似的活动 只是在今年本来是我们要重新在 请Bob 在策划一些活动的过程中啊 就是说现在疫情爆发 所以呢 现在一直没有迟迟啊 把这些活动推出出来 所以呢 就近代我们现在 只是在这个时间呢 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换季选举 然后重新安排活动 所以现在大家会看到 昆士兰这边呢 会有一些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会有更多的线下的一些活动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 谢谢 那我们先 这次有路 所以我们先不等了 然后我们现在有 有谁来的话 我们先讲 这 对我现在看那个 小助手 已经把那个 这个YouTube里面打开了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就是说现在 呃 这次讲的一些活动呢 可能我现在先share screen 给大家 呃 OK 其实这边就是现在跟大家讲这些啊 就是说他没有一个 呃 特别难的一个细节 我的不太想讲的特别深 呃 毕竟就是说很多情况太多了 就是说本呃 不同国家 比如后面还有一些复杂的 double test agreement 还有呃 公司之间的一些税务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不设计 只是设计最基本的一些问题 跟大家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吧 如果比如说现在呃 比如说大家什么问题啊 各方面 然后有一些呃 有些提问 其实在过程中可以直接提问 呃 其实呢 这一次我们呃 主要设计的问题啊 就是基本上这 这几个大的问题 就是呃 三类税务身份 呃 税务居民 呃 非税务居民 然后临时非呃 临时税务居民 那其实现在又出了一个呃 短期的一个叫呃 背包客的一个 holiday maker的一个特殊处理 办法 我们后面会讲到 但大家其实最主要要分辨的 就是两种情况呃 税务居民和非税务居民 然后临时税务居民呢 其实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过程 呃 大家在签证方面可能会比较 比较好呃 坚定一点呃 然后通过呢 然后之后我们会讲呢 这四个test 就是大家可能最听的最多的 就是有没有住过半年 这个半年呢 其实它是一个辅助test 它就是183天的辅助test 它第一个最主要test呢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然后之后呢 三个辅助test 什么时候才可以用 也会跟大家讲呃 变更时间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比较呃 接触的各种因素比较多 所以呃 这个税务呃 税务居民身份的变化 也是在一个 在你没有感觉到的一个过程中 一直在变化的一个呃 一个状态 所以就是说大家我们会举几个实例来讲 就是说他的身份啊 他的生活习惯啊 还有他的家庭环境组成部分 有一些变化的时候 他的身份是怎么也一个变化的 还有另外就是说可能呃 还有就是说有就身边 有些身边朋友 比如说海外投资啊 呃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上课 定居以后 可能进家里的亲戚朋友 要问我们是不是在适合 在澳洲买房 像这些情况 然后我们怎么样回答 他们的税务问题怎么解决 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呃 最后就是大家举几个例子 就是呃 轻松一点 就是因为今天已经比较晚了 可能就是大家 我们把这些呃 常见的一些 我们会接触的一些问题 跟大家讲到以后呢 我们举几个常见 我们生活中呃 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说 在这边上学 留下定居呃 结婚生孩子 有一个身份变化 另一个变化呢 就是像可能很多朋友一样 他们是申请188 呃 甚至啊 888 呃 132 他们留下以后 他们的身份的变化 还有他们的资产的一个 转移的过程中 哪些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所以最后这个两个实例 是我们可能花时间 稍微多一点的 前面我尽量跟大家带过 一些呃 主要的一些 常见的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呃 比较实用的 或者一些难点 或者说一些 大家会忽略的一些点 这个是我们呃 后面就一点点会讲的 就是说现在大家可能不需要啊 特别着急把这个表记下来 等我们整个讲完以后 我们再回来回顾一下 呃 就是这个呢 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从最左面 我们现在有税务居民呃 中间呢 是临时税务居民 但不包括背包客 背包客其实本身特殊一个情况 然后非税务居民 所以呢 就大家会看到 就是呃 澳洲来源的税务呢 这个就第一点 第一项的一般就是 比如说是啊 他的说呃 比如说他的呃呃 呃 工资 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常见的 税务居民呢 可能是要交税 呃 他也有呃 同时呢 也有一万八 或者是更多的免税额 呃 这个是前面的 就是呃 比如说现在就头四点 头四点 税务居民跟临时税务居民是一样的 临时税务居民的一般就包括像 呃 四五期签证 呃 呃 学生签证 只要他有正常的工作呃 签证的允许条件下 而且他的签证呢 不是说呃 没有时间限制 呃 不可以呃 就没有时间限制 然后呃 这边如果一定有一定时间限制的话 他是一般是属于临时税务居民 但非税务居民就像海外啊 就跟那边就只是探亲啊 或者是呃 旅游签证 这些这一类人 对他头四种是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日常收入方面 呃 临时税务居民的享受大多数呃 税务居民的一些优惠 呃 但海外来源呢 因为是澳洲呢 是呃 全球征税 但临时税务居民的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在海外的收入呢 几乎大部分其实都不需要在 澳洲审报 比如说呃 他如果在海外卖了房 呃 投资挣了钱 这些其实都不是纳入在澳洲呃 税务 呃 范围之内的 但如果是他在澳洲作为临时税务居民 同时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国家 有领取呃 一些其他当地的收入 比如说薪水 这些是要在澳洲统一报税的呃 呃 这些报税过程中当然当然也会是 摄取到双边的一个税务协定 但双间税务协定的前提条件 就是说你在两边都是税务居民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使用 呃 当然就是说如果你在国内在中国在已经 收到一些呃 中国的薪水的情况下呢 如果那个在国内已经有交过税 这些可以在在澳洲在过税呃 交税的过程中有一些抵扣 另外一点是可能大家会忽略的一点 就是那个 Medicare Levy 就是说这个是2% 就是在澳洲居民的呃 如果是你是澳洲税务居民 或者居民的情况下呢 你必须有义务进这个2%的一个额外税 这个税呢是完成我们医疗保险的一个呃 体系 但是呢由于457或者说临时呃 是学生的话 他是不享有这些公立呃 医疗保险的 所以他本身也不需要交这个税 所以这个这一点其实反而是大家 这个2%是大家呃 可能是457签证 如果是自己报税的话去买cab交的话 他一般只会问你你是税务居民还是非税务居民 然后同时他也会问一下就是说他很 很细节的一项就问你要呃 有没有medicare levy exemption 这一项的话其实你要必须要跟呃 税务居单独申请的 然后如果大家不需要呃 需要找不到这个表格的话 然后也是这个情况的话 可以到时候加我的微信或者协会的微信 来呃跟我联系 我再帮你找到这个表格 这个是每年要单独申请的 如果你是临时税务居民 同时呢你不享有呃 不享有这个医疗保险的 公立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呢 你可以申请就是免去这2%的额外的医疗保险税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要注意的 临时税务居民的一个特有的一个优惠 非税务居民其实呃根本就没有享受这些 所以就不用担心呃 税率呃 其实他呃临时税务居民跟税务居民呢 他的税务居民呢 他的税务是基本一样呃 呃出了背包课 后面我一会儿单独再讲呃 呃呃呃 然后另外就是非税务居民的税率呢 他是32%起 他的税率起点就已经到第一块钱 就是32% 所以他的起点非常高 呃 CGT折卡呃 就是资产增值折就呃 资产增值税的折扣呢 一般是税务居民的都是享有的 呃呃 非税务居民和非税务居民在呃 大概是应该是12年的时候 5月8 5月8号8日之后呢 就不再享有这个特权了 呃 然后大家在心呃 其实在过去两年的一个媒体上 可能也听说过 就是说很多离开澳洲的税务居民呢 呃 被迫要卖掉他们呃 呃原来在澳洲的呃主居地 这是有一个在二零一呃 二零一九年 12月12号 呃 通过立法呢 就是把main home 呃 exemption 被如果是非税务居民的话 你就不可以享有这一项 因为在呃 在之前呢 是说如果是你是非税务居民 或者说你当时的状态是非税务居民的话 你还可以claim 那你的就是你的呃 main home exemption 就是说呃 即使你在离开澳洲六年之后 就是六年之内都可以享有申请 但在立法之后呢 就是说这个一二 一九年之后呢 就不可以再享有 但有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说你在呃 离开这个房子呃 六年之内 同时呢呃呃 原因呢 你有一些呃生活上的主要变故 这些变故包括呃 呃配偶或者18岁以上呃呃 呃孩子的一些过世 或者是家庭的离异呃 呃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些就是 还有一些大的呃医疗的事故 或者一些一些condition的情况下 你可以再再次申请这个享有这个呃 这个权利 呃这个时间点呢 这些所牵涉的时间点呢 就是说也是从这个时间开始实行 但实行的时候呢 就要看你的房子什么时候购买 如果你的房子在呃19年呃 17年5月8号之前购买 就这个时间呢 也是在十呃五点下午的五点半之前购买的话 你还可以就是在呃2020年6月30号 基本上是还有27天 在这个时间之内 如果是卖掉的话 其实你还是可以享有这些折扣的 但之后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没有这些折扣 没有任何优惠 然后呢他真正的立法时间通过时间呢 是19年的12月呃12号 所以这个几个时间大家可能会比较混 但呃一般你要上Google去search ATO的main呃 non-tax-related main home exemption 这些细节都会列出来 这些呃ATO在最近几年 他已经完善了这些所有的一些文件 基本上很容易懂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去网上再看一下细节 呃今天我们就不太讲太多了 然后另外也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如果是大家知道 如果是你要在澳洲现在卖房的话 如果呃你是卖家 你就要必须要跟ATO申请 呃就是叫 呃capital gain withholding clearance certificate 一般的网上申请 然后他一天一个表格 就是说他的天一个表格的目的呢 就是确认你是在澳洲是作为呃 税有居民的身份 而且要长期居住在这边 如果是有这个状态的话 然后税有局会给你发一个certificate 这样这样的话呢 就是呃你的买家 你的房子的买家不需要在你的合同上 在外套任何tax 呃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会减免一些呃 呃就是减免一些麻烦 就是这个主要的问题呢 就会解决 就是税有局呢 就会担心像一些原来的一些海外买家 第一就在澳洲买房以后呢 呃他们没有按时交税 因为很多中介其实可能没有告诉 呃他们的顾客 他们的呃他们的买家 就是说你要在出租房的话 你要在澳洲交税 怎么样完税 怎么样申请税号 其实蛮蛮简单的一个过程 但是很繁琐 时间很长 所以很多人没有想去做这些事情 呃另外的个人退税 其实如果他在海外 他在这边的新闻也很少 如果没有朋友 或者没有税务中介帮他处理的话 还可能很容易就忘掉这些事情 所以在等他在卖的时候 如果再没有偷零任何tax的话 他可以就说 你再怎么折扣也就没有 如果他的税率太高的话 也有可能 他如果以后不想回来 他把房子卖掉再不回来的话 这些税很难再追回来 所以税务局现在 在你呃卖房的时候 如果是海外买家呃卖房 然后你一定就会要without这个tax 就这也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保护 呃税务体系的一个保护 确定大家来完税 呃在这整个过程中呢 也会我们会经常会遇到什么情况 就是说海外买家买呃买了房 然后在卖房可能是很短的一个时间 所以他会make很多的亏损 如果他其实整个卖房过程中没有挣任何钱 所以他的withholding呃金额还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在呃第二年在做退税的过程中 可以把这些钱再申请再退回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 其实蛮久的一个过程 我们有一些办法可以加快这些过程 但其实呃因为退款的金额比较大 一般是我觉得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审计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把买房合同呃购房合同 然后出售合同 然后之前所有的成本一定要记好 所以然后这些成本持有成本的话 也包括你的地税啊 你的啊 rental property的一些呢cost 这些你们一定要留好 然后为了以后方便 在澳洲税务都很公开 但是也有些繁琐 嗯 所以就再回到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些问题 可能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个事情 就是居留测试 就是recite recite test 这个就是说怎么样一个通俗一个简单方法吧 就是说你在这个国家居留的时候 第一个你的intention是什么 你来访的目的是什么 你来的时候主要目的呢 只是一个只是一个玩啊 或者观赏啊 就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主要目的的话 这个就是说他在税务局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的intention就是很重要 就是你来这边为了什么 之所以在intention这块我特别提了一点的 就是说有时候呢 大家你来澳洲的签证的签证 有可能是一个临时签证 比如说是背包客 然后或者是 就是walking holiday的visa 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我们当时大概在两年前遇到一个情况 一个英国女孩 然后在英国的时候呢 遇到她的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是澳洲身份 然后澳洲税务居民 也是citizen 当时她在游学 然后在大学毕业以后呢 她他们就说这个女孩也非常不喜欢英国的一个非常冷的一个天气 然后想来到Britz班 然后来到一个这样一个阳光城市 当时呢 她能申请的签证 或者最简单的签证呢 就是最 最快的一个签证 就是walking holiday 这个签证呢 其实当时呢 她的intention呢 是跟男朋友一起要留在澳洲 所以他们最早在澳洲的第一年也是同居 但第二年的时候也是很不幸 就是这个关系没有维持下来 然后她的身份呢 又转换成了457的一个签证 所以我就想跟大家想一下 就是说她的主要的一个签证问题呢 可能是一个临时签证 但她的intention是要跟她的男朋友来到澳洲 虽然说这个关系没有维持太久 但她的最早的intention 然后她最后找工作 她的雇主在帮她申请新的永居签证的过程中 她的intention或者她的目的性一直没有变 她要留在澳洲 她非常喜欢这边 所以我们就在大概看到这个客人以后 就发现她的税率 她是按照背包客来申请的 所以我们在税务的过程中 跟她谈了很多事情 有时候税务代表也是挺难做的一件事情 有时候很婆妈要问很多事情 你什么时候分手 你也没有说问为什么分手 或者说你分手大概多长时间 你来为什么 当时你们怎么认识 这些文件其实听上去很婆妈 但也是对于我们客户来讲 其实很重要的一些问题 当时我们把这些文件写下来以后 因为当时她的第一年 来澳洲第一年的text return 已经过了两年的一个review的period 所以我们要必须写objection 所以写objection的时候 整个过程就是说 这些文件必须越细越好 所以她的intention 他们是在英国的一些界面的一些记录 这些我们都写的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很成功的把她的税率 从第一天登陆到澳洲 然后已经变成了tax resident 所以大家在判断tax resident的过程中 签证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起点 但不要为她签证牵扯太多的精力 所以这边你一定要注意她 就是说来了澳洲以后 她的最早的目的是什么 她来了以后 她的生活习惯 然后她的家庭关系 然后她的生活圈子 有没有重心移到澳洲 比如说她来到澳洲以后 她住的是酒店 也有可能是临时一个关系 但她每次来澳洲 如果她来的签证 如果是PR 她每次来澳洲签证 都是三个月 然后临时居住 没有办电话卡 没有买车 然后这些情况就让人感觉 她不是一个本地居民的 一个生活习惯 所以就这种让税务局来讲 或者让我们税务代表来判断的话 很难argue 她是一个税务居民的一个开始 如果她一来澳洲以后 就把澳洲在海外的房子卖掉 在这边买房 签电话费 然后签网 然后签一些长期的租约 这种都是很正面的一个证据 来证明她在来澳洲的一个目的 或者说她的一个家庭关系 固定资产 同时就是说 她在海外有没有固定资产 在澳洲有没有增加固定资产 或者说把海外的一些固定资产 再变卖掉 同时呢 她的社区环境 她的生活安排 是不是像让孩子上课 如果她有没有找工作 就是这些都是一些重要因素 同时呢有一个就是physical 就是说你的人是不是真正在澳洲停留的时间 是不是长 是不是来到澳洲以后 虽然说来的时间比较短 但是不是来到澳洲以后就是固定留在这边 还是说经常跑来跑去 这些都是一些没有对和错的一个检查点 所以就是大家综合考虑的话 一定要问很多细节 才能达到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 如果这些证据呢 更多的证明你是在澳洲生活 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生活环境 一个像居民一样 或像本地居民一样的生活环境的话 其实更多的是偏向所有居民的一个关系 但如果你的签证根本就不许进行工作 你来了只有旅游签证 然后不可以参加任何工作 其实这个本身签证已经把你生活习惯 已经限制在了一个海外居民 或者一个访客的身份 如果你的签证呢 是短期签证或者长期签证 这些其实都可以变成一个考虑的一个因素 所以就是这些我们要考虑进来 所以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测试点 如果这一个测试 不能让你很清楚的达到一个结论的话 后面三个才是我们要考虑的 相对更细节的一些问题 这边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是 接触比较多的Domitcel Test 这个Test呢 其实就换成中文讲的话 就感觉像是户口所在地 就是说 如果你来了澳洲 或者说有一天你受了挫折 有那种想回家 过年回家那种感觉的话 你会回哪 这可能是你的一个归属地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落叶归根 你会归在哪 这是让我感觉到 就是这个Test 就是真正要找去的一个目的 但之前这个前提小件 就是说你之前那个Test 不可以满足的情况下 或者不清晰的情况下 你才能使用这个Test 这个其实更多的就是 大家生活习惯了 如果是有一天你想 想回家了 回哪 第二个呢 就是说大家刚才还说 就还有一个另一个 就是可能我们经常最多说的一个 或者说的最多的一个 就是183天的一个Test 但这个其实是第二级的一个Test 辅助的Test 另外呢 还有一个Superannuation Test 就是这个是养老金的一个测试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可能已经被公派到海外去工作 这个职位呢 可能是政府职位 被你长期被政府派在海外 比如说 UN有一些活动啊 或者有一些战略上的一些 特化海外一些服役的一些人士啊 如果你的海外实际生活标准 其实可能转移到海外 但这个是因为你工作的关系的话 或者你还有一个固定工作关系的话 这些其实很多还是可以满足 让你满足这些人呢 就可能适合于就是海外一些政客啊 比如像领馆啊 领事啊 还有一些军队啊 还有一些就是长期在海外工作 然后为了政府一些职责 来海外工作的一些人员 所以这些 我们现在刚才讲这四个Test 最主要的是居留测试 然后Reset Test 之后呢 Done the cell 183天 养老金 这三个是辅助形式 大家有没有问题 OK 现在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继续 希望不会大家太闷了 就一会我们再回来几个测试的一个几个小例子 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临时去税务居民的要点呢 就省税要点啊 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2% Medicare Levy Exemption 如果你是只是临时税务居民 457 然后还有一些 最主要其实当时457比较多 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类别 还有学生签证 如果你的税务比较高 然后你需要缴纳这个2%的 Main Home 就是你的Medicare Levy 这个Levy的话 其实一定要记得 就及时要申请Medicare Levy Exemption 这个现在表格呢 再往上填就可以 而且已经非常简化了 它之前是交由整本的护照 现在基本上 护照的BioPage 就可以上网申请 然后提出 你的入境时间啊 你的签证类别啊 其实他们都可以查到 所以这些的话 如果能申请的话 2%其实不少的税 大家可以申请一下 如果需要帮忙的话 跟我说 另外离境时间 对就这个就是可能像 大家可能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临时 临时签证 速期也好 背包客也好 先不说他税率的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你在离境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笔钱 这笔钱就在你的养老金里面 因为只要你在澳洲工作 每个月超过450块钱 一定要找到这笔钱 然后再跟你的养老金去 还有税务局去申请你的退款 虽然说是现在从最近开始 就17年开始 就是他的税率变得很高 但这笔钱 如果你没有想要再回来 一定要记得拿走 然后另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 就是说经常是12月份 就是在很多 很多457也好 或者公派也好 他们在离开澳洲的时候 可能是在过年之前 或者说圣诞节之前 所以这个时间 就是可能正好是在财政年的正中间 如果你要再等半年再去交税的话 很多时间就很多问题都会产生 也有可能就你的账户是不是还有保留 如果你有退款 放在哪里 很多事情会变得很难办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一般我们就会建议客人 就如果是在年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申请一个纸质的 就是说基本上要在上网填一个表格 但这个表格是纸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2019年12月份 这个客人走 那我们当时最新的一个个人退税的表格 只有19年 所以当时我们要再用纸去填这个表格 然后但是把那个19年划掉 改成2020年 然后交给收入局 这样的话 其实收入局会提前退你钱 提前退款 然后这个退款 其实也会在28天之内完成 这个是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因素 如果是时间太尴尬的话 如果是可能四五月份 五六月份 其实我不值得 我觉得不值得这样做 因为如果你的表格 递丢啊 各方面的一些原因的话 其实追溯起来非常难 所以我们宁愿如果是两三个月的话 我们可能最好还是等一下 除非特质情况 一定要注意 当时还有就是最后一点 就是walking holiday 你虽然拿了walking holiday visa 你的个人退税呢 其实不一定非要说按照临时收居民来交 这边就我在这边包括了一个reference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例子呢 其实跟我当时遇到的客人的例子 就跟这个example 6是一模一样 所以就大家可以看 就是这边呢会讲的比较细 他这个是whm 就是walking holiday maker 就是他这种这些例子啊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可能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你自己没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以帮身边朋友看一下会不会有帮他们省到税的地方 这些可以大家留意 这几个点就是经常 我发现经常会被客人忽略掉也好 会被其他的一些会计忽略掉也好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下一点呢 就是大家刚才说的呀 就是说现在如果你要离开的时候 你的税率呢 背包客现在税率啊 就从 忘了两年前好像是 就是他的税率就是从1月1号改的 就是17年1月1号改 所以就那个年特别尴尬 他所有他的税单 他的PAYG还是没有single touch payroll 他填PAYG group certificate的时候 还有这个背包客填两分 一份呢是按照背包客填 就是7月1号以后 就是1月1号以后的新政策填 另一份呢是按旧政策填 所以他这个过程弄得非常难受 非常讨厌 然后那现在还好 就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信都已经按整年 开始操作了 就而且都是 所有的PAYROL Single touch Payroll都已经支持这些功能 所以就大家不需要在手动 在做这些表格 他们背包客的税呢 就是从第一块钱开始啊 就是15%来征收 离境的时候你要退养老金 没问题 如果你有任何 这些养老金收入里面 如果有任何一块钱 是working holiday maker的话 你的税率 就是退出来的税率 比如说你现在养老金里面 这两年你散了 大概2000块钱 这2000块钱 首先扣到15%的税 之后呢 剩下的这些钱 你要再扣65% 所以税很高 但如果能拿的话 还是比没有好 但他另一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是没有 working holiday maker 任何component在里面的话 就是说会出现一种 刚才那种情况 就是说他来的时候 是working holiday 后两年 之后呢 他是457 但如果也会出现一种情况 在457的时候 不可以接PR 那这种情况 他必须离境 他要申请离开的时候 他如果用的是同一个superfund 他的tax会被定在65% 他离境的时候 但如果是他来的第一天 就是457 他离境的时候呢 现在tax会被定在35% 就是说也是在你交过税以后 再补35%的税 然后剩下的钱是你的 基本上就把你的rate 就是把你的taxrate 降到50% 就升到50% 所以其实也是蛮高的 所以说你离境 要取钱的话 这些钱你要深重考虑 是不是真的 几年之内 或者说长期之内 不会回来 这个大家是要注意的 因为 如果短期之内会回来 或者说你有一个intention 你知道会回来的话 就是说 你可能可以考虑保留 对 就是这些 这些设计的一些变化 会比较多 可能大家稍微注意一点 会省蛮多钱的 海外投资人 其他股搬来一 在澳洲买房 他们的税怎么办 是不是很高 高 但不是说不合理的高 比如说他现在买一套投资房 他虽然说他个人的作为非事务居民 他的税务起征的是32% 但他们的一定要跟他们解释清楚 就是说他们的收入可能租金是2万块 管理费可能7% 短期之8% 然后呢 这样可能还有另外的就是有一个可能是完全现金买 没有任何其他的费用 就是利息 这样的话看上去可能他最后到年底的时候可能还剩下个1万8 1万7的收入要交税 是不是很高 如果直接交的话非常高 另一个种考虑呢就是大家我们像我们自己买投资房一样就可能要考虑一个做折旧 折旧师的话可能是他们可以做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办法就是比较省事 因为他每次在整个做过程中呢就是他会把他的成本降低 然后用现代的税会减低 但同时呢就是说如果因为他没有CGT一个折扣 也就是说你通常现金流的会好一些 但你要卖房的时候你的增值税要安全额交回去 所以对海外实际事来讲呢就是说他只是一个现金流的一个缓和 但没有任何的一个实际的税务的一个减免 就是说他把所有的税都这两年在持有期间呢 把所有的收入税会做平缓 但你整理卖房的时候可能那一年的税会非常高 另外如果你有从海外借款 就是这个非税务域名从海外借款的话 他其实不用交withholding tax 所以也会变相的提高他的成本 这个是大家可能要考虑一个因素 但谨慎 就是说这方面设计信息非常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 如果这个亲戚呢 或者是这个朋友呢 只是在澳洲去只有利息收入 这个利息收入呢 在澳洲的话 比如他在银行有一笔存款 每年有大概5% 6% 但你可能会发现呢 因为没有提供税号 他的扣税呢 预扣税可能是一半左右 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跟银行及时联系 跟他们讲 现在这个人不是说没有提供税号 而是他是海外税务居民 没有税号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银行会把你的withholding tax降到10% 而且这个withholding tax 就是说你一旦收到这个利息以后 也是你的最终tax 就是你不需要再交这个人呢 就这个账户的持有人 不需要再交个人退税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事情 另外股息也是一样 就股息呢 如果是海外和人股东 持有这个澳洲股份的话 他收到股息的时候呢 他只能收到 没有franking credit那一部分 但他一旦分出去以后呢 虽然说对franking credit有损失 但就是说你收到这笔钱 fully franking credit呢 就是说你不需要做任何withholding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呢 就是说海外人是想在澳洲成立一个trust 这个trustee呢 一定要是澳洲本地人 如果是他是海外人的话 他整个trust就不用看 基本上是海外 海外就foreign trust 他如果用去用他来去买房 或者做投资的话 他的stamp beauty也高 没有cg折扣 而且很多操作起来非常难的一些困难 但所以就说有一些朋友 就会考虑一个 就是他是作为一个beneficiary family trust一个beneficiary 但这个大家可能会需要注意的一个 如果是beneficiary里面允许有海外人士的话 state revenue一般会把这个整个trust 整个trust定义为海外foreign trust 所以他的stamp duty还是按海外人士来交 虽然说你tag income tax方面你可以argue 可以有一些没有说太大的损失 但state revenue方面一定要小心 这些方面你可能会 one in one for all 就是说你一旦有一个百分之一的可能 或者百千分之一的可能 可以分给海外人士的话 你整个trust就可能会被定义成foreign trust 怎么样确认 一定要看你的trust 是不是最近两年的trust 有没有做过trustee的有些更新 因为每个trust的trustee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 没有 很少有几份trustee是一样的 所以你的trustee必须要 怎么样确保就是说你一般至少你的 如果你的trustee大概两三年 三四年以上旧的话 肯定他的cloud里面没有包括foreign trustee一块 foreign person这一块 所以一定要review 跟你的会计联系 跟你的律师联系 要把这一方面的信息包含 或者update上去 大概做trust update 可能是费用不会太高 应该在500块钱以下 不非你要做很复杂的review 如果是新的trust的话 你一定要在trustee里面找一个foreign person 他一定要找一个foreign person的定义 他是哪个州的定义 他是不是把这个foreign person exclude and beneficiary potential beneficiary 这些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注意 或者新成立的trust 也有可能是没有把foreign person 去exclude在这个外面 所以也有可能会被定义成foreign trust 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 在买任何物业 在你的基金下面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检查你的trustee 是不是最新 有没有包括 有没有把海外人士排除在外 这个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出租房 出租房利息折扣 这个我们当年讲过了 所以大家还是没有问题 OK我继续 这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总结 就是基本上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表 是不是有折扣 他的税务处理方法 新移民的税务身份变化 这是可能大家有时候会比较忽略 或者说比较难判断 有时候几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也有可能莫名其妙已经被规定了 或者说他的身份有变化 所以这个的时候就是说 在我们先不考虑整个过程中 就是说一会我们在实例里面会讲 就是这个身份是怎么一个变化 那我们先讲 就是说海外税务居民的一个身份变化 就是如果你确定那一点 你已经从税务居民 非税务居民 或者说临时税务居民 变成了个税务居民的时候呢 有几点东西要做 一个第一个呢 就是说你的名下有什么财产 你的资产是什么 你的资产在当时有没有估价 有没有就是说有一个当时的 因为在如果是 如果是你在海外人士的时候呢 或者说临时税务居民的时候 你所有在海外的财产 跟澳洲没有关系的财产呢 就是说不需要在澳洲卖的时候呢 你不需要在澳洲交税 但一旦你成为了澳洲税务居民的 那一时间点起 所有之后增值的部分都会 都会要交税 所以我们要确认这个时间点是什么 然后这个时间点当时的一个价值是什么 这个时间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很多就是在移民的过程中啊 就是说 比如我们这两年办移民 突然就收到通知要搬 搬家 要移民已经通过 要让你登录 所以有时候这个时间是 感觉是很漫长 但是真正发生的时候 它是其实很仓促的一个事情 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财产都备买掉 因为你很多不确定因素在那边 你需要一定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在这个处理过程中啊 一定要找到一个点 一个合适的一个点 就是确定你的那个房屋的定价 好像我们实例里面也会讲 就是什么时候才会比较合适 然后第一年你成为税务居民时候呢 就说18,000的免税额 不是说按照你实际 这个18,000呢 不是说百分之百 按照你从哪一天成 就是比如说一共12个月嘛 这个免税额是12个月来用 但其实呢 只有就大概这4700块钱呢 是一个浮动金额 是根据你的时长来平均分的 这13,000呢 是最基本的固定的金额 所以如果是在第一年的时候 可能达到两三个月 其实你也可能发现 就是说你的免税额 可能达到15,000左右 其实这个大家可能也是 当时在可能 TEC planning啊 计算方面 有时候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就 还有一个经常会问到的 一个就是CRS 或者一个海外存款记录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来到澳洲以后 大家可能就是在转移资产的过程中 可能用的 可能不同途径吧 最早可能七大姑八大姨 都在往这转钱 现在呢 可能大家都在用全装 或者说换回中心 在做这些东西 但合不合法 中国应该是很难受监管 但在澳洲的话 其实很多监管 它这些监管程序 它已经走了 比如说你每会的 多了一万块钱 多了一万块钱以上的金额的时候 虽然说它经过了不同的途径 到了你的账户 但在换回公司里边 它必须有一个义务 要跟Austria去汇报 Austria呢 会把这些信息 及时的反馈给税务局 税务局的基本上的审计过程呢 是四年之内 它都有权审计 你的个人账户的退款 还有你的个人退税 一般的头两年 比如说你交 今天交表 然后两年之内的 它一般不会 询问你任何事情 因为这两年之内的 你可以如果发现错误 你可以修改 一般是两年之后 到第四年之前 就这段时间呢 它如果是选择你的 有太大笔 或者异常的一些入款的话 它就会问你 这些钱是不是你的收入 一定要28天之内 及时跟税务局 澄清这些什么 是什么款项 这些提供款项的时候呢 一般会需要 你的汇款中道的信息 就是说你 汇款的初始点 跟最终点 中间经过什么图定 然后怎么把这些钱连起来 这些一定要很清晰 初始点 是不是你个人账户 是不是你亲戚的账户 到的时间 到的点 是不是你自己个人账户 这个可能会经过很多不同的 过程 但大家一定要就注意 这个汇款通道的汇款单 一定要留好 而且这笔钱的来源 是不是很清晰 是不是你原来在国内 有存过钱 有卖过房 有些这些收入 如果你这些信息提供的 很清晰 很简单的话 税务局一般不会太过于 刁难我们这些汇款 但你一定要就是确保 就是你的资金来源 是你有足够能力挣这些钱 这些来源 是没有洗钱的嫌疑 第二个 你所有的汇款通道 比较清晰 这些大家一定要做得很清楚 如果有不确认的朋友 可以直接问 我才可以问一些问题 然后另外大家可能还会问的比较多 就是CRS CRS是会什么样的 信息汇汇报给中国 第一就是说 在银行这边 你也会发现 你们现在开户的时候 会非常多的问题 因为这些CRS当时的一些要求 全球征税的这些要求 是在早期 是开户的时候不需要提供的 但现在大家一直都在问 就是说 如果是你在这边开户的时候 他首先问你 是不是海外税务居民 如果不是海外税务居民的话 其实你要一定要声明 你不是海外税务居民 你这些信息一定要提供的很清楚 如果是海外税务居民 比如说是中国税务居民的话 他会问你的中国税号 这个中国税号 可能大家都一直不是特别清楚 其实中国税号就跟我们身份证号 基本上是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大家提供的时候 可以提供在国内的身份证号 这些信息一定要提供清楚才可以 如果是澳洲税务居民的话 其实他没有义务要去公开这些CRS的信息 所以这些事大家可能就不需要太担心的 如果有具体情况 或者还有其他顾虑的话 可以跟我再继续联系 OK 那我们现在 其实进去到最后环节了 我们现在准备看我们的实例好吗 我先让大家花一点时间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实例好 OK好了现在就是这个可能是大家留学生活中经常碰到一些事情 被莫名其妙的买了一套房 本来呢小明可能是想的是跟小红结婚以后呢 可能少分都多少多少年可以在澳洲生活幸福的生活下去 结果没想到呢小红是其实已经 对富二代的身份了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呢大家可能会需要注意的几个时间点 然后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现在在19其实最早的一个时间点的整个过程 整个故事最早时间点是追溯到1990年 他我们就先不纠结小明多大岁数了 就是1990年的时候在外滩的时候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 增值的空间到现在可能大家可能都会都会比较清楚 所以他的呃就这个是第一个时间点吧 他在作为海外税务居民的时候 在1990年买了这么一套房 被买入这么一套房 呃然后呢 之后一个时间点就是一个2010年 然后他是拿到了税务呃就是拿到了一个临时税务居民的身份 就是他一个学生签证 呃其实在大家其实在在我们这个过程中 其实现在比较比较活跃一个过程 就是他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如果需要提问的话 可以直接打开 麦克风直接可以问 呃有问题其实大家希望大家都参与了 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case 呃然后呢 呃就10年就是到2020呃 呃2012年之前的都比较平淡 然后单身那个呃努力学习着 呃这个是呃一个时间点 到12年呢 他们就是建立了一个朋友的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时间点 呃13年 然后呢他们呃就是其实已经比较确认 呃确定了这么一个适时婚姻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时间点我也会画下来 呃2014年 然后终于拿到PR了 这个这个时间点呢 其实呃他的intention啊各方面都已经很清楚 就是他要留在澳洲 呃呃也没有说要想要回去 然后他也想定居下来稳定下来 而且在15年就是呃结婚了 买了第一套投资房 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就说呃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就打几个呃 在你们的那个chatbox打一下 就是你认为的就是说小明在几呃 是在哪一年呃应该是红二代了 但他就说他在哪一年变为了澳洲税务居民 从零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确认的两个点就是一个是14年 肯定是税务居民 然后呢10年肯定是临时税务居民 他的税务居民身份是从哪一点开始变化的 好我们现在有两个两个建议啊 然后一个是12年一个13年 可能大家对这个男女关呃 男女朋友关系的确定已经非常 大家都比较认真啊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现在就确认的时候 就已经男女关男女朋友关系就是说已经是de facto 呃私定终身 虽然说他不知道有这么一套房 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 OK那现在两个吧 现在两个了解我 有的是12年有的是13年 其实我觉得都对 一两情况都对 就看我们当时在这12年13年有什么真正的tax一些呃 Event CGT Event 嗯保守的估计呢 其实是在我们可以肯很安全的就是确定就是说13年的时候 呃肯定是税务居民 12年呃可以看怎么声明 其实有有的有的啊给 应该12年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有可能是变为税务居民 因为你的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 就是说你拿的签证是什么 然后你可能是一个临时税务居民 但你的呃 你的de facto 就是一旦他是税务居民的情况下呢 会把你的税务居民身份彻底颠覆 直接把你临时税务居民的身份所享有的一些特权 或者说这些优惠都已经取消掉 所以税务居要看他想要跟你argue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会argue尽量的是嗯朝客人的方向去怎么省税怎么来 可能是尽量延迟这个时间 但税务居的角度来讲 如果他在做review的时候 他要提供足够的证明 就是说他想要找这个时间点越往前越好 他越多收收 如果他能越多收税越好 所以就是这个时间点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客人 或者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利益 就是找到足够的证据 因为有可能说啊 我们一二年已经是认识了 但我们其实没有同居啊 我们还很独立 然后都是还没有确认关系 然后我们还闹过几次分手 像这些事情可能会会计不该问的东西 但我们一般会记录下来 但一三年其实这时候我们已经住在一起了 其实这个就是比较难 比较难质疑的一个de facto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个是一三年 我们会是比较基准的一个顶年 一二年我们要看实际情况 看怎么样啊 有什么样证据可以argue 所以谢谢大家 然后这个其实都两个问题都都对 其实但就看我们最后是站在哪一边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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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客人 但你看这个就是这个 在一五年的时候啊 这个 这个婆婆呢告诉小红这套房以后 这套房怎么处理 他现在这套房呢 没贷款 海外 净收入 非常高 怎么办 他现在有两个税务问题要处理 第一个他 如果没有做任何动作的话 他这些钱有没有拿到 就是他 就是他这个一万块钱的税金 先不考虑他真正有没有报了 第二就是说先考虑就是一万块钱 一个月一万块钱的税金 他怎么报 他这个如果要报的话 其实他能把 其实像我们这边一样做 就是能把一些折扣啊 一些费用能抵掉抵掉 然后净收入 如果在中国没有交税的话 其实他这些钱 如果要转到他个人账户 变成他们以后 小两口以后的收入的话 他这些钱其实应该月收入也要交 在年底的话 也要报个人所得税 而且按他最高的那个 台湾可以来交税 所以这个大家小心 另外他这套房子呢 在过去几年将近 三十年了 三十年的一个增值 上海 可想而知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东西他也要计算 怎么计算 他这个基本上就是说 就是这过去的三十年增值的总额呢 会除以三十 然后呢 再看他 这个是一三年还是一二年 变成了税务居民的时候呢 就是说他在一三年 比如说假设他一三年 已经变成澳洲税务居民了 之后所增值这部分 如果他在之后一点 今年如果二三 二零年卖掉的话 这一三年到二零年之间的 这一段时间 所产生的这些CGT 他要交税的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小心 这个问题有点 有点难 Alan就说再问 如果申请了First Home Grant 是不是没了 现在这个 这个我要看一下 因为他在海外的话 这块我不太决定 可能我到时候回去帮你们看一下 这个我永远没有 就是这个有一套这么烦 我什么都不想了 然后就现在就在想的话 就是说这个时间 还回到正题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Valuation 就是说有时候呢 就是可能在90年 或者在前半段 有可能大家发现的时候 在前面的时候 是一个疯涨的一个过程 在15年 那一几年以后 它的增长相对来说 应该是很慢 所以如果是没有一个Valuation Report 在13年或者12年的时候 你的Valuation 是没有的情况下呢 没有一个单独的报告的情况下呢 你的所有增长 是被税务局视为是平均的 所以你的所有增长 会被除以30 然后再算哪一年 有交税 哪一年不用交税 但如果是在15年 他知道的情况下呢 如果尽快去做一个估值的话 其实还是有帮助的 如果他能发现 他的增值已经非常高 然后在那段时间 在持有一段时间 后面增值比较低的情况下呢 其实他的税务方面 他的负担会 相对来说轻松很多 所以这个的大家可能就是一个Valuation 一个重要性 越早做Valuation 或者那一点已经提前做好准备 做Valuation的话 是比较重要的 现在还有问题 如果他那套房子没有租金收入 但他自住 也不打算卖掉房子 这个不行 因为他父母在住 就不是他自己的自住房 但他如果没有卖 没问题 一直在住 然后 一直在住 然后 但他就不是他的自住房 他只能说也是个投资房 因为他就没有 Main Home Sumption的一项 因为 两口子就是说 他们只能 其实理论上讲 其实除非他们分居 如果理论上讲的话 他们只能选一套房式 作为他的Main Home Sumption 但其实这个问题 迟到要解决 即使他没有租金收入 他的Capital Gain 还是有的 除非这套房子 其实买在父母名下 反而到稳妥一些 因为在中国有遗产税 在澳洲是没有遗产税的 所以这个是 可能大家要在做财务规划的时候 可能需要 多方考虑的一个问题 如果是 在我们的这个情况下 小明只有这套房 父母在里面住 没有租金收入 但他也是一个 Capital Gain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唯一最大的一个 减免的就是说 他的一个Main Home Exemption 但如果这个是没有的话 不是他 因为他Main Home Exemption的前提条件 就是说你在这个房子住过 然后你在这个房子住过以后 你Epson六年之内卖掉 他Main Home Exemption可以用 然后如果你来的已经 有几年了 马上了 10年就是说他可能来澳洲之前 他已经在那住 他自己在那住 有的 应该可以有的减免 但 这套房 他是不是有住过 这些证据怎么证明 这些可能大家 就说 不是说 但你要永远不卖 没问题 这些就是 不会有税务方面 优弃 因为他没有CGC event 这些大家注意 但Valuation这个点 就是说如果你是在移民 这个点已经create了一个CGC event 所以就是已经过一个时间 对自己 父母住的话没问题 父母住就是没有rental income 这没有问题 这个是personal interest 这个没有问题 他确实没有收入 但大家可以 就是他如果交过什么税的话 他就是说 在中国如果交过什么管理费 物业管理费 这些可能是比较 我觉得应该可以关注一下 这么多年 他交的物业管理费 可能各方面也会 也会不少 也可以最好是留下来 还有一个维持 一个holding的一个成本在里面 OK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继续 我们再继续讨论 因为这个东西 它牵扯到东西太多 所以 大家今天以一个讨论的 大家互相讨论的一个情况来 其实说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事例二 呃 周董 跟太太玲玲 呃 其 一儿一女通过888签证移民澳洲 其实他们不用 他们都跟太太走就行 按咱们就是这个例子 就是888签证 神仙万买自住房一套 移民后呢 就说现在 其实也就是大家 呃 经常会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最近呢 大家很多很多都在移民 然后啊 可能是在人到中年以后呢 这些就是中产阶级 或者说高高高 高净值的人士以后啊 他们会在澳洲买房定居下来 但他们的定居过程呢 是一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呃 在这过程之间呢 就是会经常会发现呢 就是说我们呃 就是可能是呃 太太或者先生一方 在澳洲陪啊 子女在呃 在就是培持这边的生活 在定居在澳洲 但另一方呢 就经常会呃 回国也好 在这个国内处理一些 其他的一些事物 在呃 生意收尾的过程中 其实是四五年 或者五六年 其实是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 在过程中呢 就是呃 书记呃 夫妻双方的会一个处在一个 分居的一个状态 其实很辛苦 然后呃 另一边经常要飞来飞去 然后探亲啊 各方面 就是他们这个关系 其实维系维系的时候 大家都很辛苦 可能感觉他们好像 又挣着国内钱 在这边又享受这边生活 好像很光鲜 其实我看到很多 就是他们之间也是很 很辛苦的 夫妻两 夫妻两个人维持这个生活 在过程中呢 就是说 他会产生一个税务问题 移民呃 比如说现在就说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可能是比较开玩笑的 一个口气给大家讲 就是大家可能会遇到 几个问题 就是说呃 在税务局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 夫妻双方已经拿到了PR 然后家庭已经移到了澳洲 默认情况下呢 税务局会把这两个人 或者还包括孩子 都就作为了一个 澳洲税务居民的一个身份 因为你的intention是 长期定基在澳洲 呃 你的生活环境 你的呃 呃 就是我们回到那个 dom cell的test那块 你看这边来访目的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测试嘛 现在就是这两个人都同时做 呃 来访的目的呢 是移民澳洲 生活 孩子上学 呃 家庭及商业来往 就是 最先不想先 把这个留在后面 然后固定资产 也留在后面 然后生活环境的安排 可能会两种结合 不同的一个环境 就是说你呃 孩子这边 还有呃 另一方面就留在澳洲 这方面 基本上是融入了 本地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呃 另一方面就是说 在先生也好 太太也好 在国内呢 其实还有一个自己的生活圈子 也可能是像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商业来往 还没有断掉 然后固定资产 还没有完全处理完 呃 所以就是说 而且离境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然后来访 呃 来访的时间会比较频繁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两个人一起 在做这个测试的情况下 把这个整个家庭单位 呃 做成一个整体单位 呃 来测试这个 税居民身份的话 一般这个整体单位 会作为一个税居居民 但对于先生来讲 如果他在这段时间 他在卖产 呃 卖国内的投资房 卖呃 国内的呃 生意的股份 这部分 他如果产生的税 非会应该会非常高 所以一般我们会 在这种情况下呢 会建议客人 会做一种选择 就是说 呃 我们要把足够的证据呃 证明 第一个呢 就是是不是先生在国内的自住房 还没有卖掉 然后 太太在这边 虽然是有一套自住房 但先生在国内的自住房 还没有处理掉 他还是在自住 还没有收租金 还要呃 长期的户口地址 还在本地 生活关系还没有变 车没有卖掉 然后本呃 在澳洲电话 只有临时电话 在中国只呃 有一个长期的固定的号码 还没有改变呃 生意还在继续做呃 太太这边呢 就是会有一个本地的生活呃 环境 有一个生活电话 就一个电话 然后本地的生活的一个圈子 所以呢 就变成了一个状态 我们尽量会呃 呃 会客户呃 最早期的时候就很容易 要给就是说 我们现在出现一个什么状态 就是孩子跟呃呃 妈妈已经变成了澳洲税务居民 呃 因为太难太难 太难保护 那个点 他们登陆那一点 孩子上学那个点 基本上已经确定 他们的澳洲收取 收居民的一个身份 但先生这边 我们会尽量减缓呃 尽量减慢 他作为澳洲税务居民的一个呃 时间点 因为越往后的话 他的处理时间的空 处理这些海外资产 就免税的时候 我做这些事情啊 就是空间会越大 所以一般我们就会说 他的呃 收取他在国内的房产证 是不是呃 没有卖掉 还还在居住 电话没有改变 车是不是没有卖掉 业务是不是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通过时间的推移啊 这个证据呢 或者他的呃 关系啊 会一点点一点点 就是在往这边转移 所以会出现一个点 他还有一些呃 已经可能非常大的可能 就会被认为是澳洲税务居民 因为他可能在国内的生意 已经处理掉了很多 然后也可能只剩下了一些固定资产 也不需要长期回去在国内处理业务 这个时间点呢 可能会接近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我们会一般会要求客人在国内还没有处理掉的 嗯 资产做一个评估 比如说啊 估价报告 然后股票值多少钱 然后有没有一个库存报告 嗯 然后有没有 还没有在国 还有在国内还有一些珍藏品啊 个人的一些收藏品啊 当时的估价是什么 他当时还有一些 如果是还有一些像 嗯 珠宝啊 像这些东西有没有估价啊 这些东西我们就在尽量非常接近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开始做这些报告 所以就在如果他在呃 短期之内卖掉以后可能我们就不会太担心 但如果是他在这个点 如果收入局再往前呃追溯的话 就是这个点会 其实这些报告会保证我们客人的一些利润 一些利益 因为毕竟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就是说 会出现一种呃 一个时间状态 就是我们很难 argue 但什么时候判断 什么时候定 这个是我们如果是提前做好准备的话 其实对对于客人来讲的话会是一种保障 嗯 所以就后面就说呃 后面就可能就就就做一些 呃网红啊 一些收入 比如说YouTube给他从海外从美国打了美金 到个人账户 他需不要交税 需要呃 公司的工资需要 然后税后分红也需要 呃 因为他这个税务啊 就是他还有另一种平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是呃 公司需要最早买买房的时候 就买这个资产的时候需要一个投资 这个投资如果是从海外借款的话 他会出现一个利息 然后这个利息税呢是只有10% 所以他这个利息税是非常低的 一般我们会呃 在云条件预许的情况下会让客人尽量用这个低税 低税额的一些资本啊 就可能会帮我们减低一些澳洲税务的一些压力 但这个税务呢就是经常利息可能会客人想定的10% 20% 就这个东西太高 但这个界限呢是什么一个界限 就是说呃 就ATO那边会有一个benchmark rate 就是说基本上你的利息非常低 或者你的呃 金额非常低的情况下呢 你所需要做的文件非常简单 但如果你呃 你的文件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呃利息是比市场都会高 会接近8接近9接近10 这些的话一般我们会建议客人去做一个呃 就是transfer pricing的一个定价 就说为什么对一套文件就说他这个成本会非常高 但一般要确定客人就说知道为什么能定到这么高 利息为什么会这么高 他的同时同同期产品 其他产品的话是不是能借到 是不是关联企业 这些一定要大家考虑 利息不是说随便可以定的很高很高 这些大家一定要小心 嗯好吧 有问题大家可以谈 然后没有好继续下一个 就基本上最后一个阶段 就说嗯其实我们今天还很多很多都没有谈 只是简单谈了一些我们生活上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 呃还有一些问题像资本肉化 资本肉化呢其实呃当时大概三四年前我们谈的做的东西非常多 但最近两年他做的比较少了 就是说因为他的税务局对这个资本肉化的金额定的就相对来说比较高 因为他的资本肉化会产生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呃像企业或者说从公司在国内关联企业借款的话 他的总金额超过两百万以上 他的抵扣能力会相有下降 就是说比如说原来我们利息呢可能是一百万 就是他基本上百分之百 然后如果呃不考虑穿说pricing就是转移定价的问题的话 他的抵扣能力是百分之百 但如果你是通过呃关联企业借到这笔钱或者内保外带也好 就做这些钱也好 然后你的利息年利年利息超过两百万以上的话 你的这个利息的抵扣能力会因为资本肉化来降呃降低你的抵扣能力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看就是两百万的利息额一年 这些一定要大家是一个呃如果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需要跟相关人士要谈这个 其实资本仲化的计算方法也是很复杂 transfer pricing就是说如果是跟相关人呃 呃相关企业也好个人也好购买或者呃出让一些呃 产品也好利息也好 就是像这些东西的话一定要呃 确定他的定价是市场定价 如果没有一个市场定价的话呃 定价而且比较怪的情况下呢 你就一定要做一个transfer pricing 呃就是说这个transfer pricing呢 就是呃给你提供足够的证据 就是证明就是你的呃价钱是合理的 不是为了转移税务风险或者税务责任来定的价钱 另外就是double tax agreement 就是大家可能会问的比较多 那我在呃中国收税是不是要做tubble tax agreement 就这个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如果是你只是澳洲税务居民 或者一帮呃一个国家的税务居民的时候呢 其实你double tax agreement的呃协议呃细节其实不生效的 其实你double tax agreement也是前提条件呃就是说你在两个国家都需要交税 你是两个国家的税务居民 因为在中国的税务居民呢 其实他的主要建立因素还是户口所在地 他的啊double tax agreement 他的呃他的这个定义会非常呃更严格 其实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测试原则 而且就是说你离境超过不超过90天的话 他不属于离境不属于计算范围之内 这些我不是专家了 但就说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就是说你在短期离境呃中国之内啊 就是说如果你在国内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话 其实你有很可能是在被国内定义成了一个税务居民的一个身份 这个大家小心啊 另外还有一个呃境外电商的税务问题 就是说因为现在啊 amazon就是说大概这几年吧 就是说比如说如果你在amazon 如果有呃从中国在亚马逊有在销售的话 你的年营业额啊各方面就超过75,000以后 如果你有自处呃仓市的话 就是说你有呃在用呃 amazon的配送中心的话 你的税呢 你的GST就是一个税务问题 你必须要注册自己的税务呃 ABN还有GST 不是说你必须要在澳洲有个公司你才能注册 就是我们可以帮你在中国企业在呃 ATO在注册一个呃GST跟ABN 这些都可以实现 但呃呃GST也是带脚带扣 就是这些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有一个经常需要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是permanent establishment 如果你只是都用库房 并用呃亚马逊的一些库房的话 其实那个不属于你的一个呃 真正的一个定居点的一个问题 然后如果是你有雇人 然后有长期的租约 然后你直接是跟第三方租用库房 呃同时呢还是这些你是有权无限使用 然后而且又人员在配给在澳洲的话 其实你在澳洲已经有一个啊 permanent establishment 我所以你在澳洲这些收入其实在澳洲也要交税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也要注意提前注意 呃 share as这个刚才我们大概讲了一下 就是说其实呃一个信息交换的一个过程 然后也是对非税务居民的一个信息交换的一个过程 呃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多会看到就是海外公司控呃 控股澳洲的呃公司 这个情况下的就一定要注意他的 asac那边会有个审计要求 是在每个财政年呃 结束四年四个月之内一定要做一个审计报告 或者是申请免审这个审审申请免审opin的过程 如果你一旦第一年申请免审的话 你没有在op out 就是说你的是这个这个状态是一直有效的 这个可能到时候跟我们那个主席那个麦克呃 麦克在确认一下这些事情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呃 所以就说如果是呃股份股份制的公司是股东 是海外个人一般不用太担心 如果他的股票是被大部分被海外公司持有 这个一定要注意他的审计报告 好就有点又超市十分钟 然后今天就就这些内容 就希望能帮到大家解决到一些日常的呢 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呃通过我们呃微信群呃联系我们 左边蓝色呢是我们呃呃是我们协会的群 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那边呃参与讨论 呃这个黑色呢是我们小助手的一些问题 然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找到我 呃希望今天能帮到大家 呃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在直接问 如果有如果有应该我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了 乖嘞 非常谢谢Jerry Jerry今天给了我们很多案例分析啊 我觉得我感觉呃有大家在区域里面有讲的说案例分析真的非常好啊 帮助我们理解了很多 非常简单就是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嗯对对对Jerry真的是每一次都是很精心的准备 这一次Jerry很忙所以呢他其实是短时间帮我们准备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质量依然是很高啊 就不会是我们的机会 现在是非常感谢Jerry这一次 然后呢我们呃呃我们现在就是呃 呃会计划就像我开场开场讲的 会回过正常的 所以就每两周一次 下一周呢是主席 主席应该是继续帮我们读年报 然后因为主席也很忙 所以我来 是到年底了 对对对 希望尽快能给大家topic 也希望可以带来大家干货满满 然后呢再一次呢就Jerry又回归了 因为Jerry是固定的每个月会帮我们讲一次 所以呢我们非常感谢Jerry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 然后也感谢今天小伙伴们的支持 然后呢报名的人数来了一半 另一半的人到底哪去了我也不知道 不过大家如果大家如果有希望的话 可以一直在关注那个协会的那个YouTube账号 我们每一期的录播都会在那边 大家可以免费无限次的循环那个回访都没问题的 好了今天谢谢大家了 然后大家晚安 然后谢谢Jerry 这辛苦了 拜拜 辛苦你了 谢谢拜拜 晚安大家 拜拜